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約會結束了 然後我就被包包滿 然後我就說 拜拜 要回家了 你等我一下 我有東西要給你 等一下 打到了 給你 拜拜 好香喔 你跟妳頭髮 妳就會聞到味道 對 這很重 對 而且妳頭髮的這邊 妳的味道 真的 有嗎 有嗎 她問她說 什麼味道 然後她就說 就是妳身上都會有 那香香的味道 妳看我這樣子側面看的時候 這個屁股很像 對 妳的下巴要靠在我的手上 看妳要靠在哪裡都可以 旁邊或洞都可以 好 到底就是超級S啊 奇怪到底是什麼原因 就是我周遭有非常多漂亮的女生 但她們一直都是單身的狀態 就她們的要求 沒有說要高富帥或什麼 她們就是很想要一個 簡單正常的愛情 平淡的愛情 對 但就是沒有 這個是我一直 絕對不可思議的事情 不解 因為條件那麼好 而且整體感 我覺得都是像夢幻女孩那種 妳剛出月子中心 才出來多久 不到一個禮拜 這也恢復太誇張了吧 這麼瘦 不到一個禮拜 誇張了吧 急著出來工作 實實在在的 有胖了十幾公斤 有嗎 看不出來 還是少女的身材 可是她這個look 看起來就是少女 對 趕快回來 不然老公下次就跟別人生了 Oh my God 所以妳要好好問問她 如何怎麼保養她 維持女人味的秘訣 對 今天要講的就是有一些 不一樣的秘密武器 或者是增添女人味 我們先從比較入門款 我們先從穿著開始 穿著 怎麼樣打扮可以有女人味 來 我覺得像女生 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不要穿太過於低胸的衣服 因為我覺得太低胸 男生會覺得 妳有點 就是想幹嘛 對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件事是 就是太侵略性了 太主動 對 太主動 太多 是嗎 妳們也會覺得這樣 一定要先保守一點點 對 先保守 像我可能會穿 有一點露肩膀的 或是露腿的 就是妳可以選一個 或兩個地方 摺衣露就好 所以妳覺得是妳最保守的嗎 沒有 真的是 不是 我是 不是 我令好奇 這個是上節目 這是上節目穿的 但是假如我有喜歡的男生 我覺得今天這樣 我覺得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因為假如 因為妳這個可以調整那個高度 高度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拉鍊 你知道嗎 就是 而且因為它是合身的 所以它穿起來就是 雖然說它沒有露到胸 但是它的側面 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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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很貼身的展露出 第一次見面 妳 媽媽 第一次見面 這個OK的 因為我們自己是 我是走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我是再更保守一點點的 因為我是走那種 就是比較不是 對 就比較親近一點點的 對 因為穿衣服的那種風格 對 東區辣妹風 文青風 看妳要吸引哪一類的男性 族群 那我是比較可能吸引 就是喜歡有點 小性感的男生 甜美性感 甜美性感 鎖定就是這個族群 對 這個族群 然後我覺得 女生在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除了可以穿貼身衣服 展露身材之外 香水跟高跟鞋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女生平常我們 我平常也都是穿布鞋 但是在約會的時候 我覺得穿高跟鞋可以 讓妳的曲線看起來更好 而且在走路的時候 妳可以展露那種 很優雅 小小的優雅跟姿態 所以高跟鞋是必備的 我覺得是必備的 妳幾公分 我168 168 如果穿高跟鞋的話 妳現在大概幾公分 我現在這一雙 應該有10吧 有10 有10公分 178 那不就是 這樣會不會有壓力 因為我喜歡的男生都是高的 所以就是可以自然的 刪去一些不符合她條件的 對 這也很有用 對啊 我以後也要穿高跟鞋出門 妳穿高跟鞋出門 妳確定妳要穿高跟鞋 要刪去一些 我覺得不符合條件的 對 因為 所以妳們會這樣穿 就代表也有一些意思 對 不會給對方難堪 而且再加上 我覺得女生在挑高跟鞋很重要 像我這雙高跟鞋 它的鞋跟是口紅 所以當妳在從 就是緩緩的坐起來 要去上個廁所 然後妳的背影還是漂亮的 然後鞋底是金色的 真的 它是 是口紅嗎 對 它是口紅 黑色的 是口紅嗎 是口紅 那有換筆的嗎 奇異筆或白筆 很奇怪 這跟黑色是 像那種是紅色的口紅 有 這是同一個牌子嗎 同一個牌子 然後因為他們家就是蠻有名 就是鞋跟都是口紅 然後我覺得 在妳走路 因為走路的時候 因為它不是非常的 不好走 它沒有非常的像出根那麼好走 但是因為它的那個 口紅會讓男生會一直目不轉睛 而且會有多一個畫的 應該會說 哇 妳的鞋子是口紅 對 然後就是男生在欣賞妳 走去上廁所的時候 也可以欣賞妳的背影 所以那一剎那妳也是 對 也要 知道男生會看 也要擄獲男人的心 就是不管 就讓這男生覺得我品味很好 妳看我連鞋跟都哭到 因為我覺得女生 妳怎麼確定男生一定會看 也有可能男生不會看 對 因為我覺得男女生的品味 其實是從鞋子來看 因為 我覺得衣服 包包 都是其次 知道我在跟男生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我也會看男生的鞋子 想到她的鞋子 那種布鞋很髒 我就覺得 她應該是有點太不修邊幅 家裡應該也很髒 大咧這樣子 對 妳要乾淨的鞋子 我覺得要很乾淨的鞋子 然後女生也是 女生也 就是一定要保養好 妳的手 腳趾 什麼的 像我覺得女生穿高跟鞋的時候 盡量不要挑魚口鞋 因為魚口鞋 那個腳趾就會擠壓在一起 擠出來就對了 就會很炸 然後就會重疊 男生其實不喜歡 很像雞爪 對 對不對 有些是鷹爪 比較微 就是會覺得好像很漂亮 所以像我覺得 妳最喜歡的戰鞋是哪一雙 像這一雙是我很喜歡的 然後還有這一雙 哇 而且因為這一雙 它就是很拱 我覺得女生最漂亮的 就是那個腳背 腳背拱起來的時候 是很漂亮 然後它的鞋跟也很漂亮 這個可以穿上看看嗎 這感覺很像很難穿 對 這一雙不好穿 好 好 讓我們展示一下 好美喔 假裝妳要去洗手間 好漂亮喔 哇 她走路都很婀娜多姿耶 去洗手間要 要這樣嗎 對 然後就是給她一抹微笑 我上了測試 哇 這樣飲半肌吧 就算再急都要慢慢走 對 因為那種鞋也沒有辦法走快 但是妳知道嗎 因為它就是很高 所以妳穿上去的時候 妳的屁股就會 妳就會不自覺的往上抬 然後妳就會夾緊 然後妳的女生的曲線 就會更明顯 就跟穿布鞋是不大一樣 那個受力點不一樣 可是這個要保持優雅 對 所有的事情要放慢 就是要放很慢 我覺得女生在約會的時候 不能就是笑很大聲 動作都不能太大 都是要慢一點 所以就是要展現魅力給男生看 這個妳們也覺得重嗎 女生看都覺得漂亮 一定要有高跟鞋 朱宇呢 其實我反而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我可能吸引的是 完全不同族群的 妳是哪一種 因為我反而是 因為我也很高 我差不多170 171左右 這麼高喔 對 我不敢穿太高的鞋子 因為我很 我會覺得說 就是我想要給別人的感覺 就是沒有殺傷力 對 很近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穿高跟鞋 可能就是妳在餐廳 可能全部的男生都在看妳 可是我只想要吸引一個人 我只想要吸引我的那個對象 所以我反而 我差點問誰啊 就是她老公嗎 我只想吸引那個人 我們是誰 一個人 就老公 就是欣怡的對象 我以為是廚師或服務生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反而是 我反而是在剛開始約會的時候 我覺得我反而會選擇平底鞋 而且是很 就是很隨性的平底鞋 就是運動鞋 然後 因為我覺得就是 我希望在剛開始給人家那種 很自然 自在 很自在的感覺 就是甚至是 臨家休閒感 對 就是我去廁所我可以用跑 就覺得 要讓 就是我喜歡讓給男生有那種 就是很活潑很自然 潑到底 對 很自然的感覺 然後也不會讓男生覺得 我跟你出來有一點點壓力 對 因為我覺得我本身的身高 就已經讓男生有一點壓力 妳覺得跟他會有壓力嗎 因為他感覺 因為他整個人看起來是小小隻的感覺 對 但是如果我穿上高跟鞋 就會讓人家有一種很大隻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你自己 所以我反而就是平底鞋 然後你可能 就是剛才都約會平底鞋 可是到了有一次可能 要去比較重要的吃飯場合 這時候你再換上高跟鞋 那一瞬間 他就會覺得你今天 特別的 到底哪裡不一樣 對 然後他就會覺得 你今天是不是想要 暗示他一些什麼東西 因為你平常不是這樣 妳覺得高跟鞋是暗示性的 我覺得在你平常都很自然打扮的時候 突然拿一個高跟鞋 他就會覺得說 你好像在 就是覺得我OK了 我們可以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點 Keyword 所以我反而平常的鞋子 就是看起來很簡單很自然 就這種比較熟的 不是 比較輕鬆 輕鬆 對 可是就是小孩 真的男生比較不懂 男生真的不懂 可是女生會不懂 女生會喜歡 對 我跟你講 像前陣子不是女生很流行 穿什麼涼鞋跟襪子 男生真的看不懂 男生看不懂 小可很喜歡那樣穿 但是會有一派的男生會喜歡 因為男生自己本來就是這種穿的 會喜歡 對 就跟我們否的目標不一樣 對 每個目標不同 對 每個目標不同 就還是要看對象 草莓這個點點 還是要看對象 你OK嗎 我OK 這還滿可愛的 像我老公就喜歡 他就喜歡像我這樣穿 然後像你看我出去 因為我現在還有小孩 因為有些男生就會喜歡日系風 對 日系風 有些男生就是喜歡辣妹 我出去就是布鞋 你看就算整身看起來好像 其實就算布鞋 但是也不會看起來很邋遢 妳接送小孩都穿這樣 我都穿差不多這樣 我知道妳目標應該是勾引家長 家長 可能會一些 家長 對啊 因為你想想看 現在出門你怎麼可能 會穿高跟鞋 你還要帶著一個小孩 所以你基本上都是一些布鞋的打扮 如果你把這個小孩蓋住 就是還是大學生的感覺 對 我還是希望是那種 就是少女的感覺 所以我出去基本上 都是以平底鞋為主 然後不要讓就是 就是對方有壓力 因為條件好 妳本來就高了 對 本來就夠高 所以妳當媽媽以後 還有人在路上跟妳搭訕這樣 其實會耶 而且我很享受那種 人家跟我搭訕的時候 我有小孩了 對 好危喔 妳這樣看不出來 對 這種感覺 完全看不出來 滿享受的 那我們有衣服服裝類的部分 每個女生都會有這樣 其實我覺得在座 就是滿女生的 像我以前 其實我喜歡穿那種寬鬆的帽T 還有大學T 然後配一個小短褲 我就這樣出門了 然後其實我 為什麼以前都喜歡這樣穿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很不喜歡穿鋼圈內衣 好香喔 沒有人跟妳頭髮 妳就會聞到味道 對 這很重 對 而且妳的頭髮這邊 妳就會聞到 對 真的耶 有嗎... 妳還問她說 什麼味道啊 然後她就說 就是妳身上都會有那香香的味道 對 其實我喜歡穿那種寬鬆的帽T 還有大學T 然後配一個小短褲 我就這樣出門了 然後其實我 為什麼以前都喜歡這樣穿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很不喜歡穿鋼圈內衣 但是女生就一定要穿鋼圈內衣 然後我當時就是很不喜歡 所以我就買那種很多這種小可愛 小可愛式的 然後它是裡面有 就是內襯罩杯的這種 然後我那時候很常這樣子穿 然後穿到我以前的男朋友還跟我說 他說 我怎麼覺得妳有時候 有胸有時候又沒胸啊 然後 她問這問題 對 她就開始覺得 我穿衣服怎麼 有的時候看起來有胸有時候沒胸 因為妳知道穿這種沒有鋼圈的 這種小可愛 她不會有挺的校對 對 她就是挺胸 而且妳胸部會往外 對 所以妳真的是 聚乳J罩杯或什麼 才會 也才會有 我沒有 所以那時候 我那時候不只被前男友嫌棄 然後我還曾經有被男性友人 然後她就 因為我男性友人就像姐妹一樣 她就姐妹就給妳最忠實的勸告 她就跟我說 劉雄我覺得 妳怎麼越來越有點 方塊胸的概念 這俗稱的雞胸 對 然後她就覺得我胸不方 方塊胸我第一次聽到有這個心 所以方塊胸就是很像男生的胸部就是方塊胸 對 用力的時候就是有那個胸肌的樣子 有時候我又穿大學T 比如說 就是比如說 妳看我就穿比較寬鬆 那妳看這樣子就穿了 就看起來就是沒胸部啊 對 對不對 對 這樣看起來 然後妳看我這個我穿比較寬鬆 就是完全就是沒胸部 我即便背一個夾電包在中間 對 都沒有凹進去 好像沒有地方可以綁 可是其實我是有胸部的 我是真的有胸部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產生這樣的一個世界 就是因為我就是為了 我為了要就是輕鬆方便 然後我就選成這樣穿 因為女生穿鋼圈的衣 其實說實在穿一整天真的不舒服 真的很不舒服 對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以前男友也是這樣嫌棄我 那男生朋友也是這樣勸告我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好好來研究一下 就是女生的穿著女人味 到底應該要怎樣整件 這就穿舊的 你看就穿男的 不過也是還蠻潮的 我穿睡褲不好意思 所以妳平常這樣穿 大家都是都接受 就是男生好像看來 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覺得妳是個女 所以妳覺得內在美很重要 對 內在美後來對我來講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像妳不覺得我今天就是有稍微 有一點跟照片有點不太一樣嗎 對 有一個幅度在 我是真的有胸的好不好 有山丘了 然後我另外也有準備一套 就是我覺得 穿起來可以顯現女人味 但是又簡單 就是妳衣櫥裡面一定會有的東西 我換一下 好不好 現場幫我們換一下 現場換一下 妳等一下要記得穿衣服出來 我會 妳就怕她一次狂一波 就是這一件 就是這一件 然後什麼我會 我就換一下好不好 那就麻煩妳了 剛剛講到內在鞋子 衣服什麼的 我覺得有一個也很重要 就是女生的肢體語言 對 因為像我本身就是一個 我承認我是一個肢體語言 非常不女性化的人 平常是什麼 平常可能 坐著有沒有 就是腳會這樣開開 會這樣坐著 然後說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就因為有兄弟弟的那種感覺 類似 可是妳跳舞可以 比較刻意優雅 這一塊 除非我刻意是怎麼樣 要去營造很有女人味 我又幹嘛 不然我其實平常 我承認 我真的 男性化 舒適這一塊 鬆弛的狀態 對 而且它整個很鬆 就是沒辦法維持在一個 溫柔 然後感覺是很優雅的這種狀態 妳沒辦法 對我來說好像會比較困難一點 比較困難 很累 這個男生會蠻貼的 會 而且我覺得剛開始 當然在一起了 是另外一件事 在一起 當然你可以很大啦啦 你可以很做自己 動作可以稍微大一點 但我覺得剛開始約會的時候 你要有一點保留 你要有一點 展現女性的魅力 比方你想要擄獲這個男生 我覺得有一些小小的秘訣 就是你可以 在跟他聊天的過程之中 你可以可能剝一下頭髮 然後因為你可能 你會噴香水 那他可能在 坐在你旁邊在喝東西 你可能就是剝一下頭髮 讓那個香味飄到他那邊去 對 那個香味就會慢慢飄過去 他就會覺得很香 對 對 然後或者是就是可能 在聽他講話的時候 就是可能可以就是 用手就是可能碰一下自己的臉 然後傾聽他講話或者是嘴唇 就是在笑的時候這樣 然後就是有一點摸自己的嘴唇 你在說什麼呢 只是 只是在想東西 但因為男生嘛 你手指頭 可能不自覺碰一下嘴唇 其實有一點點 會讓男生心裡有一點癢癢的 對 肢體 你對著鏡頭看看 有沒有那個迷人的感覺 然後跟他講話 你跟鏡頭聊天 對 所以今天這個餐廳好吃嗎 今天這個餐廳 你覺得好吃嗎 還不錯 那我下次再來 喔 搭配香啊 對 就是一個盛頭的感覺 就是有時候 男生還滿喜歡 女生摸自己的頭髮 是這樣嗎 比方說像是可能已經約會了五六次 可能可以有一點點小小的動作 最近網路上不是有一種測驗 就是可以測說屬性是 對 我要跟你測 可是可以測出那個男生 他是屬於哪一種屬性 對 準嗎 因為我真的是 之前有個男生跟我測驗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還滿厲害的 準嗎 我覺得滿準的 那首先我這邊有個拳頭 我要怎麼配合 他要拳頭 然後你的下巴要 我可不可以先撩個頭髮 好緊張 然後你下巴 你下巴 沒有 這是我的手 所以你沒有你不用 就是你的下巴要靠在我的手上 看你要靠在哪裡都可以 旁邊或洞都可以 是嗎 對 下巴而已 對 下巴而已 好 那你接下來就是你手伸出來 然後看就是你現在先放下 然後你看你要速度是要怎麼樣 然後伸直這樣 或是伸到哪 或是怎麼樣 你自己決定 你自己決定 就是你的速度 這是測智商嗎 沒有 我覺得是好痠 我們來人家被耍的感覺 是真的嗎 對 是 好 1 2 3 原來如此 所以這樣就看得出來它是什麼 這樣子 對 因為通常講說我這樣子 然後那我測你 妳會怎麼樣 妳會怎麼樣 那好 那妳的手呢 這邊也可以 對 可以 都可以 我的手嗎 對 妳是M 我是M超級M M是什麼意思 就是 OK 人都會有S跟M 但是不是床上的意思 S跟M 對 是比方說你的S是 你很喜歡主導權 然後M的話就是你都會 配合對方 比方說今天我想 明明你心裡想吃牛肉麵 那對方說我想吃火鍋 你就會說好吧 那我們去吃火鍋 你從哪裡看出來 你就是很配合 因為 S的人呢 假如是這樣 他就會馬上這樣 靠在那個洞上 然後你是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感覺 就是要這樣啊 不然呢 對 就會很直接 但是你跟他遲疑 而且你是放在旁邊 你就會比較為對方想 所以你是想說靠這裡可以 好像不好意思靠在這 所以靠在旁邊 對 因為我想說這樣子會不會 對你來說會有一點 就是我會想很多 壓力 對 親瑞 M的人都會為對方想 然後你這個手是 你剛剛這樣慢慢的對不對 對 就是很M 就是你對很多的事情 你都會很遲疑 對 會一直想過 然後你就是超級S啊 就你剛剛的伸手也是 就是一個很自然 我也是慢啊 好啦 你就是 遊走在S跟M 就是我覺得你是 你的這個 你剛剛沒有 你剛剛是很直接啊 對啊 你叫我放上去 我就這樣放上去 對 因為你這樣很 直覺的發 直覺 所以你就是對於有一些事情 你有一些地方 你就會很執著 你就會很堅持 對 然後有一些地方 又比較隨和 就可以比較隨和的去 這跟感情交往有關 是有關的 對 所以越確實 越快速的人 那個人就是屬於比較主動的 主動跟 然後比較執著 也比較喜歡掌控 掌控的 控制欲的 最遲疑的人 然後比較慢的人 就是他就屬於比較M 對 比較M個性 就是在講個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測驗 有時候你們可以測一下 喜歡的人 或是Dating的人 也滿好玩的 這也沒有好或不好 就是 沒有啊 就只是想知道說 他是哪一個屬性 而且可以趁機跟對方 有基礎的基礎 有一個小小接觸 我覺得還滿好 就可以增進兩個人 彼此的一些小互動 謝謝 謝謝 文綜勇回來了 歡迎劉璇 歡迎劉璇 好用耶 穿緊身的 可以 劉仔褲 可以耶 因為我跟你講 男生其實很喜歡女生 展現女人的現象 對 所以你一定要緊 一定要貼身 對 而且你看我這樣子 側面看的時候 這個 對 而且你的重點 女生一定都會有一件 就是你的內在美的部分 對 就是因為如果我要是 穿緊身的衣服 然後你穿一個就是 像我剛剛那種平口小可愛 你的胸型身會變得很可笑 會很平 沒有錯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內衣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我拿給大家看 我有帶一個 模式來 你穿過嗎 這件是你穿過的嗎 我 不要再這樣講 有喜過 我是不方便接話 有喜過 有喜過 你知道它這個內衣 它有一個微笑雙弧線 所以一般的鋼圈內衣 通常就一個鋼圈對不對 它現在多了一個緩壓弧 所以就是讓這個鋼圈 卡在這邊的時候 不會有那種 就是壓迫的感覺 我當時就是因為 不喜歡鋼圈的壓迫 有些內衣 它沒有這個線 它鋼圈又做得太凸 你穿完回家脫掉 這邊兩條紅色的 會 會 我都覺得 很難過 我跟你講它會陷到 就是我這邊的印子 有的時候 就是你沒穿內衣 它還會在 就是多年來的 而且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可不可以穿到這邊都長繭 我目前是還沒有 我現在找到好內衣了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的罩杯 是用立體剪裁的 所以它就是會很包覆你的胸 因為如果你的胸部的 這個形狀不對 你穿緊身衣 又會怪怪的 對不對 因為這尤其是 青少女的時候 要選內衣 是還滿關鍵的 很重要 那時候知道 他們做每一款 好像有48種打烊 就是因為以前 大家都說 你是罩杯 還有什麼 你尺寸多少 那個很講究的 因為它那個舒適性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呢 因為它沒賣掉 囤貨就是壓力 所以那個是很驚人的 內衣廠商是做這個 而且它的包覆性非常的好 你看像我剛剛這樣動 其實我內衣不會這樣左右 因為你不可能穿這樣 然後我每次 男生不在意 我就開始偷偷的喬男 不可能這個樣子 一定會被發現的 你們是希望可以固定 對 當然要固定 這麼厲害的內衣 是誰推薦你的 因為我在那邊 所以算是我的一個 女人味的老師 妳會請教她嗎 我通常都會請教她 因為她女人味的確比我重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有學的 就是有八分樣 有嗎 女人味有比你重嗎 有 我現在有學的八分樣了 我覺得有 我現在越來越女生 因為你知道後來我穿這一件 然後開始就是穿緊身這樣 貼身的去跟朋友吃飯 然後見面的時候 我男生朋友們真的就說 劉璇妳有不一樣了 所以沒有叫妳 阿勇會叫妳劉璇 沒有 他們就叫我 他們叫我璇璇 這樣子 就可以叫我璇璇 因為他們發現說我真的有改變 然後我不一樣 所以穿這個的時候 就是 阿勇妳來了 阿勇 但是妳知道嗎 這件內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妳知道她是 妳知道內衣 女生穿內衣最怕什麼 所以她悶熱 夏天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的悶熱真的很可怕 她是用涼桿材質做 她內衣是用涼桿材質做的 而且她側邊這個地方 妳看喔 這個很重要 她是用網眼布 看得出來嗎 透風 有點像機能的那種 對 她是吸汗跟排汗的 妳知道 如果妳只要不吸汗不排汗的內衣 妳在這邊一流汗會癢 妳知道我以前真的很糗到 就是因為會癢 所以我把衣服這樣塞進來 我就這樣塞著 妳要防止那一根 很醜 很醜 就是那個不自在的感覺 一整天 一整天 所以我後來就這樣塞 因為太陽會抓破 對 會破皮 抓那個不好看 對 男生以為 男生還以為妳在幹嘛 對啊 狂抓 對 狂抓 妳看 妳看只要一說 每個女生都有這樣的經驗 真的 阿樣要幫我三千塊阿樣 接下來夏天的話 我就不用擔心了 對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維持我的女人味一整年 妳們什麼時候開始會挑內衣的 是學生時代的 小學六年級開始就要穿了 其實 有一點小形狀的時候就其實要穿 對 可是媽媽會教嗎 剛開始 媽媽的女生正在發育期的時候 那個時期其實是最重要的 對 因為妳們會有一種不好意思或害兆講這種 其實我曾經 以前六年級的時候 穿了內衣去上課 然後覺得說 大家都覺得我穿內衣很奇怪 我下了課 我去廁所把內衣脫掉 放進書包裡 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覺得我很奇怪 我穿內衣 我也是沒有要穿 對 男生的那種異樣 對 或言語上鬥弄 你會不自在對不對 那現在叫我不穿內衣出門 我是不可能 小時候 比較早發育的女生都會被笑 對 對 做好說 乳牛來了 這種 小男生有時候同言同語 是不是長大 他要多羨慕妳 對 他要當乳牛 他還說 叫我乳牛 很多男生的幸運物就是乳牛 對 我跟你講 這個是真的 因為對衛生教育 然後對孩子 尤其是女孩子 成長是會有影響的 對 這內衣真的不錯 而且一開始 如果你小時候就選好的內衣 你的胸部就不會長歪 對不對 有些人會下水 就不會外擴 你一開始選擇好的內衣 有包覆性的 有支撐性的 就不會長不好 形狀會漂亮 對 阿用真心推薦 謝謝 有 他穿這個 就是剛剛妳講 鞋子搭配的 鞋子 然後牛仔褲這樣 對 合身的上眼 有胸 然後有腰有臀 屁股 因為妳穿上高跟鞋 妳的屁股就提上去 然後穿對內衣 整個胸部又跑出來 就是整個曲線就很美 對 前途後翹 其實說穿了 還是視覺性動物 對 妳不可能每天都穿太休閒 有一些觀眾朋友 硬說他不看外在 妳不要自己騙自己 真的 不可能 第一印象 我會第一印象很重要 很重要 舒宇 像我 我自己就是覺得說 我想要給人家營造的感覺 就是仙女感 就是比較不是那種 就是我一直強調 我是走那種沒有殺傷力的 所以我要讓女生 仙氣 對 像男生看到妳 會覺得這女生很漂亮 可是不會漂亮到讓我覺得 好像 有距離感 對 有距離感 或者是說這女生 應該不會想理我 所以我都會通常 就算我穿平底鞋 可是我上半身就會走那種比較 就是比較沙質的 或者是洋裝的 浪漫一點 比較飄逸的 顯現那種氣質感 對 像我就會選這種 假如說像這個 它是半透明的 然後它強調的就是 雖然它很寬鬆 但是呢 你會在裡面搭像這樣的 也透 對 它是 它非常的 它是很緊身 是貼身的 所以就算外面很透 但是你會從這個透明中間 看到那個 曲線 因為這個 若隱若性的感覺 這個東西只有在家 老公才看得到的東西 但是你把它拿出來給別人看 但是又不會讓人家覺得 你很超過 對 震撼視覺的穿搭 對 要很用力看 不會 它其實都滿透的 非常透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 因為說實話 男生會覺得 其實你也沒有露胸 你也沒有特別露腰 可是它就還是會這樣看著你 因為它不小心看到你裡面的這裡 對 那我們今天有這個榮幸 可以請你 可以啊 我們看看嗎 穿這一件嗎 還是看你想穿哪一件 看妳啊 看妳方面 畢竟月子中 妳沒出來一個禮拜 我選一件 比較不一樣感覺的 好了 好 黃一波了啦 耶 有帶著她 艷沛 妳自己有什麼小沛伯嗎 去餐廳的時候 就是可能大部分 吃到一半的女生都會去廁所補妝 洗手間補妝 但其實我不是 我是去拿著我包包去洗手間 玩水 我是去擦乳液跟再補香水 對 其實有點像雨喬那樣 乳液你們會隨身帶嗎 會啊 因為我的手是屬於比較 很乾燥的 妳沒有隨身帶乳液對不對 要帶球鞋 我沒有隨身帶乳液 但是我會帶小萍的香水 但今天沒有帶 所以有乳液 會隨身攜帶的 會 一定要 然後妳擦 就可以順便滋潤妳的手 然後手 然後妳擦一擦 然後再噴個香水噴在身上 妳走過去 妳就刻意繞在她旁邊 然後她就會有風 妳知道 她就會聞到香水味 妳喜歡的味道 是哪一種 好香喔 玉琳哥妳的頭髮 妳就會聞到味道 對 這很重 對 而且妳的頭髮這邊 不太好 妳就會聞到 真的耶 妳真的對不對 妳就展現妳的手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說 因為這個 好香喔 然後花香 妳可能就是展現妳的手 她就說妳的手很漂亮 然後我就說沒有 我手很乾 而且很乾 而且她盪摸的時候就很 妳就很嫩 對 無意間就會有接觸了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很粗 我都自己做家事 然後所有家事都自己做 很假裝顯慧 對 沒有 是真的 因為我的手很大 我都會跟男生說 我看一下妳的手有沒有比我大 然後我就會直接就是 有一種就是接觸 要比的時候 對 要比的時候 手一定會貼上 對 或是像剛剛嗎 我也會用手這樣的 妳看 哇 手好大喔 天啊 這 這怎麼了 這怎麼了 好臭喔 妳自己聞聞看 妳 妳好美喔 我的天啊 怎麼妳還會 對不起 妳看我這樣貼 好單純喔 可是跟妳講 跟男生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所有東西都配合她 那我可以 對 不會翻臉了吧 不會 我要回去了 我要回去了 媽媽換好了 媽媽換好了 來 我們歡迎蘇宇 補給女人味 甜蜜小動作 擄獲對方的心 就會結束了 然後我就被包包 然後我就說 拜拜 要回家了 妳等我一下 我有東西要給妳 等我一下 找到了 給妳 拜拜 哇 我是愛心 獎金 哇 哇 仙女 這樣一吹過來 落影落線 而且她前面其實還有開場 對 對 我給別人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即使洋裝 但是我還是換上平地鞋 對 有一種清新甜美感 但是妳會在這洞洞中間發現 就是肉色在裡面 真的耶 要看到肉色 而且妳中間這一條很過分 就是 這個就是小心姐的地方 這看起來好像 其實沒怎麼樣對不對 但是它會讓男生不經意的發現 中間那邊 男生其實會不好意思看 對 會不好意思 會害羞 可是因為 比起就是正大光明的給她看 妳就會覺得這樣的 男生就會覺得好像還不錯 而且就是我會故意選那種就是 雖然是洋裝 但是 要搖身 要收搖身 而且它比較偏高 所以看起來妳整個比例就會 推很長 對 妳這樣真看不出來是媽媽 而且才 才出來一個禮拜 對啊 這個不錯 中 這個中 中 那妳自己有準備嗎 有有有 蕾絲的 因為我比較 我覺得女孩子穿 如果你真的像瑜喬說的 穿得太暴露的話 我就會太多 人家會覺得很畏懼妳這個女孩子 會不會覺得說 妳穿著就是這樣子 所以要有點保守 可是妳又想要展露妳的身材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蕾絲的部分 蕾絲 例如哪一件 這個 我比較常穿這一件 單穿嗎 不是 小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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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可愛也是類似的 對 然後就要搭在裡面 也是若影若現的 就會若影若現 然後手還要這樣飄飄的 對 我就比較喜歡這種感覺 妳這樣一飄然後又有香水味 對 這個感覺 然後黑色就比較神秘的顏色 他就會很想瞭解妳 對 黑色很棒 今天也可以換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 真的嗎 太棒了 好 那我們 幫我們換一下好了 就麻煩囉 好 麻煩你也可以 妳光是穿著或是什麼 妳吸引到對方 第一眼之後 妳要留住對方 接下來對妳的好奇感 聊天很重要 要會聊天 而且要有話題 跟妳聊母親節優惠 也是不用這樣 這一波要搶 為母親節 對 男生如果這樣跟妳講 妳會不會對她反感 妳說 妳是故意說 妳現在當媽媽 我們跟妳來聊一下母親節優惠這樣 不行 完全不行 還是要把妳當送的 對 就是對 我還是希望就是 被追求感 對 人家把我當成是 就是還單身的那種感覺 而且妳剛剛說到那個幽默 我覺得我有一招就是 也是比較幽默 但我覺得男生會有點重 我可以示範 真的喔 就是例如說 像我 妳是他 我們現在去約會 是妳 好 約會結束了 然後我就被包包滿 然後我就說 拜拜 要回家了 OK 妳等我一下 我有東西要給妳 等我一下 找到了 給妳 拜拜 是愛心嗎 對 是愛心 而且是 因為我在一直找的時候 她就會想說 妳到底要找什麼 對 而且我有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用這一招的話 我剛剛給她玩愛心 我要立刻走 我要說拜拜要趕快走 不然男生會尷尬 我不知道要怎麼回妳 可是當我愛心完 我就跑了 但她會不會抓住那個愛心 她如果抓住愛心 那OK不要 就中了 就中了 那男生要怎麼回 妳沒有 因為我跑走了 不用回 男生就會覺得妳很可愛 然後妳回家就會一直想 讓妳 她今天給我愛心 讓妳留在原地回味無窮 對 然後我就已經 妳一定要跑 妳要小跑步 對 就是妳要小跑步 對 不然會很尷尬 對 所以我剛剛說 給妳 我就 拜拜 祝宇 這樣 這樣滿可愛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就是有重 有重 有重 就是滿幽默 然後很可愛 滿可愛的 那妳在香味上也會 對 就是剛剛說香水 其實我老公也是這樣重來的 就是那其實 重來的 我跟我老公其實前幾次約會 她回去以後都不太敢很直接的跟我聯絡 就是都 就是 約會完回家好像就結束了 然後但是呢 我也其實有用一個小心機 就是我從第一次跟她約會 每一次我只要跟她出去 我都用同一款香水 我不會換 對 因為女生家裡一定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味道 妳要讓她記得那個味道 那個味道 然後呢 因為我跟她就是認識沒多久以後 就是她的生日 然後就想說要送她一個東西 可是那個東西千萬不能是太昂貴或什麼 就是很小的東西 因為 畢竟你們兩個才剛認識 所以妳送她一個小東西 就像 我就隨便舉個例好了 我就送她一個小帽子好了 但是呢 我在送她之前 我就噴一點點香水 我不會噴在帽子上面 我噴在紙袋裡面 放進去 因為 妳噴在帽子上就是很刻意 很明顯 對 我就噴在帶子 玩有印子的話還會 我就噴在帶子裡 然後放進去 然後就給她 所以給她的時候 妳會發現 妳把它抽出來那一瞬間 會聞到那個香味 她就會想念妳的味道 對 然後而且她就會 立刻打電話給我 就說 那個什麼 今天謝謝妳的東西 那就是 很 就是她就跟我提到說很香 然後我就說 我還要那 很香 有嗎 然後我還問她 什麼 我要搭配整個笑的 對 都是設計好的 妳還問她說 什麼 什麼味道 然後她就說 就是妳身上 都會有那香香的味道 妳就會發現 其實她都有聞到 對 但是其實都是妳設計過的 為什麼 妳還要跟她講說 那可能是因為 那個 我放在家裡 然後有一些 有味道 有一點味道 沾到的味道 不是可以 所以當妳拿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妳就會立刻想到那個人 而且 如果妳送她 剛好又是帽子 這類的東西 她只要戴到 就想說 感覺妳好像在我旁邊 然後就一直想到 味道又淡淡 而且妳只要在逛街的時候 經過 旁邊有人經過 是這個味道 妳會這樣瞬間回頭看 對 妳是誰 會被這個 會被吸引 會這樣嗎 會 其實我覺得 視覺跟那個嗅覺 我覺得嗅覺記憶 更能抓住男生 而且其實像很多人都說 味道會讓妳找到 妳喜歡的那一半 就是妳有的時候 妳會喜歡 某一個人的味道 就是人其實跟動物 的那個嗅覺也很像 就是費若萌 就是每個人身上 都有一種特殊的費若萌 然後再加上 妳的香水味的時候 會融合成一個自己的味道 然後當妳很喜歡 對方的味道的時候 其實妳們是相吸的 所以味道也是很重要 味道很重要 來了 是 燕沛 歡迎燕沛 來了 這樣子很美 也是很像牛仔褲 我過去第一次的時候 妳也會穿這樣嗎 因為我是比較保守的人 所以我通常會 能包我就包 但是我就覺得 遇到欣怡的對象 妳一定要就是 有所展露妳的身材 對 但是又不要讓對方說 覺得說 可能女明星就是很愛露 然後就是還好這樣子 所以妳就要穿這種 就是透透的 所以穿這樣很適合去 小桌兩杯 對 就是約完會之後 妳就覺得很優雅 可是她又很性感 有一點設計感 這樣 對 然後妳就擦了香水 妳就把香水噴在這邊 然後可能就是 然後就會 散打 我覺得香味 上面是 女生都覺得香味是非常重要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對 香味確實滿重要 她這樣穿搭OK嗎 可以 可以 而且她也是 因為我曾經問過男性朋友 她上高跟鞋腿 腿型就是更拉長 比例就更好 對 因為我曾經問過男性朋友說 如果有一個 現在有一個全裸的女生 站在妳面前 妳會有反應嗎 她說 完全不會 那要怎樣才有反應 她說 妳那朋友撒謊 沒有 她說那要怎麼樣 才能引起她的注意 她說 可能就是要 讓我覺得有猜禮物的感覺 對 這才會有這種衝動 要有些儀式感 對 很有衝動 對啊 那我像如果 像我如果很心儀的對象 通常我送她禮物啊 我可能就 我不會送她 先不會送她禮物 我會先 這個咖啡 妳拿回去給妳爸爸喝 對 就是咖啡包啊 或者是什麼的 先家人下手 對 我就想要先 就是 就是她的家人先 勤賊 勤王先勤賊 勤賊先勤賊 勤賊先勤王嗎 勤賊先勤王 那妳是 到了一個階段的時候 對 到了一個階段的時候 她家人的朋友 對 然後保養品送給媽媽 那最後她就會期待說 那什麼時候要送我禮物 情人節的時候 就會送她一條圍巾 然後跟她說 這圍巾給妳圍 那我自己也有一條 那也要香香 對 也要香 也要噴上香水 對 就是妳們的味道 對 都要一起 要 要一起 一起 女生的招數不外乎 好像都是 視覺跟嗅覺 對 我發覺在香味這個 好像你們都是滿著重的 是 一定要 對 所有的肢體動作 還有小禮物 肢體動作 都是跟香味會是有關係的 是 但確實男生應該也滿愛 喜歡女生身上有一點香香的 對啊 誰喜歡臭的嗎 對 真的 但那個視覺 剛穿搭也好 然後還有妳的 高跟鞋 有些小物 適合的場合 穿上它 絕對是加分 對 重要的是你們要有共同 聊得來的愉快的話題 對 謝謝四位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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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